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隋景录的故事 其实从在去年 我们听到的恶号说起 他是一位在湾区 可以说是第一个华裔的民选官员 那么他也是一个非常乐观 就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我们回想起来 他为什么对我们的影响是那么大 当然我们这次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提到一下 就是他去年的时候 被发现的被人杀害 去年一月的时候 去年一月的时候 气势荒野 那么杀害他的人 恰恰是一个得到他的恩惠 他给了很多帮助的一个人 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 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样 当时他是怎么走过 他的人生的路 对我们大家有什么样的启示 对而且也是因为这样纪念他 所以在上个月 这个Covitino的Civ 他的那个年会上 这个我们有第一次的 这个我们随锦路桥梁 社区桥梁讲 要提到这个社区桥梁讲 就是龚贤先生的建议发起的 那么龚贤先生也是随先生的校友 那么也是过去的朋友 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之后 龚贤先生就建议发起这样一个 以随锦路先生的名字命名的 随锦路社区桥梁讲 对 这个我想稍微说一下 虽然是我发起的 但是实在有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发起以后 当然我们APAPA是一个 一个grace rules的一个 就是推动华裔参政的 和参中的组织 当然随锦路对这个组织的影响力很大 亚太一公共事务联盟 对那我们等一下会谈一下这个事情 那其他 SEIF就是 Cupitino 这个的 Elementary Endowment Foundation 他们 随锦路以前在那里做过他的学区委员 SEIF其实也是在他做学区委员的时候 开始成立 所以当然他的 影响力也是很多 然后 在这个提出以后 我们他 随锦路也是我们Cupitino的 这个 福伦社的成员 那提出以后呢 这个 特别是 这个 Cupitino 4 他们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他们特别在他的 事业会里面 这个无意义通过 这个 要给这个奖 也就是说有几个机构 一个是APAPA 亚太一公共事务联盟 对 另外一个是 那个就是 他的那个学区 Foundation Foundation 对 基金会 基金会 还有一个呢 是Cupitino的福伦社 还有一个是 Cupitino市 四家单位 所以四个单位 大家一起 就是要纪念他 这个 我们可以讲 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想想 为什么我们会想到 一个是这样 叫做社区桥梁 这样 他在 在世的时候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对 他这个 他当然 这个 我们 我们想到一个桥梁的话 桥梁有两个桥墩 中间 这个盖起来 可以 大家能够在那里通行 那 水井路 这个 他一个很 这个 很特殊的一个 这个 他的个人的个性 第一个是 他愿意做 人家没有 没有做过 做过的事情 这个 这个是他一个 很 很好的个性 另外一个 就是 另外一个他 我想水井路 我觉得更重要的 他对所有的事情的看法 都非常非常正面 非常乐观 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我想我们可以 稍微谈一下 也许大家有 水井路 问他说 为什么会竞选 这个 Copitino 这个 学区委员 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是 划一圈子里面 连学区委员是什么 都不太知道 这个学区委员 那时候 他就是在中文学校的时候 中文学校常常 都是用学区的 这个教室 星期五 或星期六 早上 用学区教 那用了人家教室呢 通常得到了 都是一些抱怨 都是你没有精神干 可是 水井路看到这些事情 那时候 就有人很自然学到 就是 就是 又是这个 学区对我们 一种歧视 这个 不了解我们 可是水井路 看法并不是这样 他觉得 这个问题 就想去沟通 就觉得 我这个一定可以解决 所以 所以他去了解以后 觉得 人家告诉他 这个学区委员 这个 可以是管这个学校的 我们这个 美国的制度 学区委员 好 他就在 他几个朋友的 这个鼓励下 尤其那个 其实有一位 就是 Elean Alquist 以后他做到 State Assembly State Senator 他是他邻居 就鼓励他 说你去解决好了 他一进入选上 那选上 他就开始推动 那他最主要 他的个性呢 就是非常乐观 他觉得 什么事情 经过他 这个 沟通以后 任何事情都能解决 事实上 他以后 我跟他有机会 在这个 像陈达校友会 里面共事了 还有 他还有其他的 这些活动 他也是 很多组织的 很多 很有组织力 而且他 真的是都用 他最希望用大家 互相沟通的 这种亲和力 这个能够 把事情都解决了 他认为 没有什么不能沟通 没有沟通事情 所以他 所以他真的 他的一生 这个 我想认识 他朋友也好 在社区里面 他的 他的朋友也好 都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桥顿 然后在中间 有了桥梁以后 所以当我们提出 这个社区桥梁奖的时候 这个真的是 整个 库普提罗南湾 华裔 加上 飞华裔 这个 因为他已经 做起了桥梁 所以大家都很赞成 做了 有了这样一个奖 那也就反映 他的这个 一生做的事情 您刚刚讲的 这个我觉得 特别好的一个故事 就一般的这样的 就是我们华裔 不要说华裔 我觉得各族裔吧 当看到一个事情 有困难 或者说 人家抱怨你的时候 首先会有负面的情绪 会觉得说 他是不是挑剔我 他是不是对我们有想法 但随景录不是这样 他想着说 我就去沟通 结果就因为这样 去选了这个学区委员 结果他做了学区委员之后 推动这个中文学校 让大家对中文学校 刮目相看 因为过去的话 他们想说 这个等于是少数族裔的 这样一个学校 那么他们办了以后 对社区不知道有什么帮助 但他做了学区委员之后 让大家看到说 这个学校不但能够 不需要政府的经费 而且可以办得 这么绅士浩大 井井有教 这样一个语文学校 这个我想办教育的人 都是希望能够尽量 因为中文学校 当这个学区来参观以后 发觉中文学校 办得有条有理 跟想象完全不一样 这个真的有条有理 又校长副校长 还有很好的组织 老师 还有这个都教得很认真 所以一下 这个学区就跟中文学校 就很愿意帮助 那同时中文学校的家长 也开始参加学区的活动 所以像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 这种模式 大家能够互相反映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要纪念它的话 我们是希望用这种精神 能够 其实当这个精神 已经做了很多不同的事上 但用精神去做这个 那这是谈到就是说 这个我刚刚讲的 这个桥梁 就是一个桥 两个桥墩 对 所以一方面 就需要一个 像谁就这么 这样子带领的 这个immigrant 去进入社区 融入主流社会 那事实上 事实上我们一直强调 就是说 我们不单是融入主流社会 我们还要影响主流社会 那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这个 在这个南湾这边的 这个影响 甚至现在扩担更大 这那整个湾区 这个 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那 那桥墩的另外一边 就是 就是希望 他们也要表示 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 这个Caucasian 就白人 这个 这个 这个社会里面 他们也有人 有同样的想法 那他 所以这个是 等于说 两边这样结合在一起 那 那这个我们就给谈一谈 今年 今年得到的 这个 对 今年有一个 第一个获奖者呢 就是Jim Walker 刚刚你说桥梁 我想到 这四个机构 本身就像桥墩 四个桥墩一样 对对对 Cupertino 这个城市 然后福伦社 Papa 还有这个 这个学区的基金会 对对对 正好就是四个桥墩一样 可以把这么四个组织 放在一起 做这样同样的事情 那今年这个获奖的 这个 第一位呢 就是Jim Walker Jim Walker呢 也是我们 Cupertino 福伦社的 这个前社长 而且他做的 整个district governor 对对对 为什么选出了 Jim Walker呢 做district governor 对 就是做这个桥梁 桥梁 对对对 所以我刚才说了 就是这个桥墩 这个桥梁是两边的 这个 那在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 我们认为主流社会里面 主流社会的组织里面 也需要有人 有这种远见 那我们现在 讲 回来都是 讲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 你现在看这个南湾 这个已经 大家好像 这个华裔 在 还有亚裔 在这个社区里面 有很多贡献 而且 做得很不错 那这个我们要回想到 三十年前 并不是完全 有这种环境 所以那个时候 亚裔是 开始来 来这个 来到这个南湾 这个定居 就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有 在这个主流社会 也有人 就是有这种远见 那Jim Walker 其实那个时候 我那时候参加了 这个福伦社 就看出像Jim Walker 其实另外一位 Don Allen Don Allen 还有 还有Dick Romeo 有好几位 对 他们也都有这个远见 就觉得 这个 他们很欢迎 他们也是真心地欢迎 这个 这个immigrant 你那个时候 进入福伦社的时候 应该里面还没有几个华人 我 其实我是第一个 immigrant华裔 第一个 进到我们 Copitinos福伦社 哇 现在你们都参加了 这个 现在我们华裔 大概有几十个了 对 我那时候是 是移民 那时候 这个 我那时候也是 在水井路鼓励之下 参选这个 Fremont 有点 high school的board 那选完以后 他就 人家就介绍我 去进入了福伦社 那 水井路对我个人 有另外的启示 因为 我个人就觉得 水井路带我进入了 这个 所谓的主流社会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主流社会是 欢迎着我们 我们需要进去 那我以后 我自己就 一直就参加很多 这些组织 那那个 所以他对我个人的 影响很大 那其他就是 在那个时候 我就看到 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 在这个像 Cupitino 就有几位 像Jim Walker 这样 他就有这种远见 他就是很欢迎你们 就欢迎这些 这个 所以我们一进去 他就伸出很欢迎的手 那同时 我们那时候 像以后有的 新兴的program 像你也参加 你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人 在他们的这个 支持下 我们这个 能够有很多 因为国人 非常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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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这 所以他一直 做这样的事情 那这个是对 整个很 不是不单是对 我们有很大的影响 其实对整个 这个 这个 Cupitino 整个南湾的社区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 所以大家 觉得 第一次 这个 这个奖 应该 给这样一个 典范的人物 其实我跟Jim Walker 在聊的时候 发现了 他自己 他们家也是移民 他也是地带移民 对对对 但是他的家庭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他们是从欧洲来的关系 就是我们华裔 在这边的话 经常会被人问你说 你从哪来的 你说我从什么 Santa Clara来 我从Sanival来 他说Sanival说 你originally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对吧 因为你长得不像白人 对对对 对他的话 他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他生长的环境里 也许 我觉得也是因为 他们父母那一代人 给他们的影响 就是说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对 那你觉得在 现在这样一个时候 设立这样一个奖的 特殊意义何在呢 那我们当然 希望这种精神 能够 能够 能够继续下去 因为 你看到美国的 现在的变化 你可以觉得 跟几十年前 甚至跟十年前 你看到这个巨大的变化 对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 遇到的 遇到的 遇到的情形 已经不一样了 那 大家在这 人也多了 但是 还是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 从正面 去想沟通 去想解决的话 你还是 可以增加 很多很多 这个冲突的 所以我想有很多 所以在这个 这种精神是 我想 隋景录 他自己 在他一生里面 都给我们带来的 一个典范 那吉姆·瓦克尔 也是这样 那这种精神 我想是现在 在这个 不管在社区里做事 事实上 你在你的职业生涯上 也是一样的 都很需要 就是说 要以很正面的 这个看法 能够尽量沟通 尽量 大家能够 所谓的 bridge together 变成一个桥梁 所以我想 我们 隋忠一下 走了也一年多了 我们现在当 还是 都很怀念他 尤其 他是我们陈达校友 在我们陈达校友会里面 贡献很多 所以我们每次 陈达校友会里面 都会怀念他 但是我想 希望他的这种 精神 能够用这个奖 永远延续下去 但是我觉得 您个人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应该 如果说 有这样一个奖的话 我觉得你也应该 不只是发钱 也应该是获奖 因为这些年 我觉得你做了 非常多的事情 而且不单 你自己去做 也带领了很多的人 那我很高兴 听到这个 其实我刚才讲了 我也很受 水井路的启发的 不过现在社区里面 很多很多人 都慢慢 都可以 这个奖 所以我希望这个奖 每年都可以给一个 非常 得到的人 你们平审委员会 是哪些人组成的 平审委员会 这个现在是 库布提纳 Rotary有两位 Rotary一位代表 SIFE有两位代表 还有Apapa两位代表 然后Rotary一位 市里面一位 然后我们又请了 这个水井路 他的家人参加 还有就是水井路 最热爱的 这个陈大校友会 一位参加 这样有八个人 八个人以后 我们通常希望九个人 所以我们请上一次的 得奖的得主 那明年的就是 Jim Walker 就也参加 就九个人选这样 所以是很甚深的 那我们也定了一个 就是说 这个在委员里面 不能自己选自己 Anyway 不过在这个 整个这个社区里面 是有很多很多人 真的是 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像您说的那样 就是说呢 就是大家不管遇到 什么的时候 能够去正面的去想 正面的去沟通 然后正面的去参与 那这样的话 这个就把这个 把整个社区都做得更好 您这整件事 让我想到的 德拉修女的 这个所做的事情 和她说的话 她说呢 人们是自私的 人们是小性的 尽管他们不感激 你仍然要付出 尽管他们不领情 你仍然要帮助 对 但是终有一天 你就可以去温暖 大家的兴趣 我想我们 我们都是福人社社员 我们想福人社 也是一直相信这个 对 越多 你得到越多 对 的确是这样子 那隋景录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觉得也是 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中呢 跟龚先生一起呢 聊一聊 隋景录先生的故事 虽然他是 这样的方式呢 这个结束了他自己 但是呢 他留下的精神 他留下的这笔 这个精神财富呢 会永远地延续下去 让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 他的精神 联系在一起 是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龚先生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